是可以和平的做 不需要虐待无辜的人 依然夏克力对着镜头对决 前妻黄家谦痛批别因为离婚 就婆子一旁边无辜之人 两人去年7月结束长达16年 婚姻后跨国离婚大战业就此展开 我渐渐的回来台湾的原因 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他说什么 他朋友说什么 不是 是因为有无辜的人 十号下午夏克力再度现身 适临地方法院夹市法庭 指控黄家谦侵占两亿多元 解释当初夫妻财产全都交由对方处理 收入也全都进到他的户头 但离婚后财产却没有归还 法官好像蛮fair 可是我很多不懂 是因为我的 他之后会跟我说一下刚发生的事情 根据了解夏克力为了拿回 属于自己的资产 已经花费超过560万元 跨国打官司 更痛批黄家谦为了离婚 甚至涉局激怒他 让他制造对官司不利行为 面对前夫炮火猛攻黄家谦没有出庭 只透过委任律师强调一切都是不实指控 全案已经进入死法程序 不愿多做回应 只判据上婚姻诉讼能尽快落幕 但下回开庭双方也将进入 言辞辩论程序继续对付空堂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